法院侦办力霸集团相关案件 东森国际董事长王力霖 因为两件未遭文书罪判刑一年确定 扣掉被欺压日子还得要入监复刑20天 而王力霖前一天理了三分头 主动到台北地检署报到 他只带了一本圣经 他说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他要为父亲赎罪 上午11点25分 台北地检署第二办公室开来黑色休旅车 走下来的是东森国际董事长王力霖 因为栗霸集有连产险 未遭文书案遭判刑一年 还需服刑19天 王力霖选择面对司法提前报到 因为行政单位司法会跟监 我想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 这是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去遵守的 所以我决定提早来入监复刑 总在前一天理头发的吗 是 特别提前一天把头发理成三分头 没有多戴任何心意 只戴了本圣经 说这19天是要临修 替父亲处罪 商业界的好朋友原本要前来相送 遭到婉拒 只有台北商业副理事长一起陪同 王又真是股东会开会 他不会叫你儿子参加的 就叫你签字 你负命难违啊 他签的字结果就伪造文书了 王严林遭判刑之后 公司仍然正常营运 不受影响 根据了解 对于2008年天价的保释金 3.5亿 有很多都是跟股东借的 现在提前入狱 没有逃亡之余 将通过律师向法院申请返还保释金 顺顺台北 综合不得